虫儿来了 今天有一个大兄弟来找我说 虫儿老师你好 我和一个女生平时聊得挺愉快的 远远看到我也会对我微笑 在公司的时候时不时会发现她在看我 我知道这女孩不应该暴露太多需求感 可是现在的情况好像对我挺有利的 我现在有一种想要对她表白的冲动 你觉得我现在表白合适吗 如果女生真的喜欢你 你当然可以表白 恋爱就是要趁热打铁 她要是一直对你表达好感 对你特别关注 你没有足够的回应 那她就会觉得是在自作多情了 慢慢就会失去耐心不理你了 不过进化心理学中有一个 关于人类男女差异的研究发现 在性意图的判断方面 男性的发指它是低于女性的 发指是一个学术味道的词语 什么意思呢 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微笑 男性观察者会比女性观察者 更趋向于认为 这个女性对那个男性 有性方面的意思 通俗来讲 男人更容易因为一点点有利的信号 就自我感觉良好 以为对方喜欢自己 从你的描述来看呢 如果她要是把你当成关系好的朋友 也会有你描述的那些举动 人生三大错觉之一就是 她喜欢我 为了防止判断错误 你需要通过一些反馈来确定 她是喜欢你的 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她是喜欢你的 先说一说微信聊天的好感信号吧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发微信给她 她会秒回 如果回复很晚 她会解释原因 为什么要解释 原因很简单 怕你不开心 第二个 聊天的时候 她的话比你还多 而不是惜字如今 女人啊 其实是很喜欢聊天和倾诉的 前提是 她愿意跟你聊 第三个就是 你用亲密的方式称呼她 她不介意 比如什么方方丽丽 妮妮宝贝亲爱的 第四个呢 就是她会积极的参加你的朋友圈的互动 现实生活中的好感信号 第一个 她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跟你约会呢 会认真地打扮自己 第二个就是 不介意你和她喝过的饮料 第三个就是 保护性的肢体接触 比如拉手过马路 在地铁上搂她的肩膀 她不会感觉抗拒 第四个 会记住你的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你喜欢的颜色 喜欢的饮料 喜欢的歌手 爱好的 第五个呢 就是最明显的信号 当你做亲密行为 比如牵手 她不会甩开 或者是只是短暂的挣扎 然后就顺从 这些啊 都是她喜欢你的信号 如果你跟她的情况正好相反 说明她对你的好感度很低 吸引做的不好 需要做的更好 如果你还没有获得这些好感信号 就先保持正常的聊天互动 聊天互动气氛不错 一直能够顺畅的互动 你可以约她出来玩 那么见面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机会进行一些服从性测试 去制造亲密感 如果她对你的服从度很高 就是有戏的 最后呢 亲密感很强了 就可以做一个牵手拥抱测试 她默许了 那就说明她默许做你女朋友了 你就大胆的表白吧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